好 那我们再来把这个小木的部分跟各位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上礼拜有提到那个楼中楼嘛 还有挖地板啊 那个挖地下室 然后还有那个斜屋顶 对不对 屋顶的部分 那我们一般在做小木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下面就垫高 那这个垫高的话呢 有两种方式可以做 一个就是用类似我们刚刚的那个 外挂层次 可以做 地板的垫高 但是呢 如果你想要有一个空间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新增楼层的概念来做 这样会比较好做 所以 我们等于把一个楼层 本来我们一般 一层楼 都是 这样 是不是250 对不对 一层楼 那我们现在如果你是小木屋 他可能是这样盖 可是呢下面这边会有一个 像这样有一个 简单的 小柱子 我们就 把你的一楼 一楼 我做矮一点 看这个柱子比如说50公分 然后呢 二楼我再把它盖上去 甚至呢我二楼不要坐在这里我可以 就跳高 对不对 我们小木屋很多时候都会有跳高嘛 那我不见得是200我可能把它变成350 那这样的话你上面这边 我就可以还做一个 小的格楼 很多时候那个 小木屋都会有一个楼梯 对不对 再爬到这边来做嘛 所以你可以像这样 那我们现在针对 下面这个 就这个地基的部分你就可以像 老师在上面这里讲的 就是我这个比较低的 楼高 那你先把你要的楼层 先把它做好 那所以我们来试看看 我们就开一个新的 这里我就拿掉了 你 直接 从右手边按右键 增加楼层 或者你在平面图 从这里增加楼层 现在我已经两个 那 预设 我就点两下 比如说这里我是地基 好 可是呢我不需要到250 我可能50公分就好了 OK 我就按下 确定 那么 第二层楼就改变一下了 就是我们讲的一楼 它 因为我们刚刚地基现在是 多少 是不是 只有50公分 所以我等于 下面这里50公分 可是我有一个楼地板的厚度14公分 所以这里50 这里14 所以呢 我的所谓的一楼 就从多少 是不是64公分以上 开始在往上盖 好所以 我现在一楼 重点在高层嘛 还记得吗 我们讲说 最重要的是由高层决定 所以 你在这里 我就把这个地方 换成64公分 开始往上盖 如果我要盖350公分 甚至更高一点 你就自己 设定一下 好 这样我把 基本的 先做好 那 我们在这边呢 就可以准备来做 那个 下面那个 地基的部分 下面地基的部分 其实就是 短的 跟厚的 所谓的 墙壁 我们来做柱子 各位我们之前做的 这个东西 就是 那个墙壁的部分 其实我们都很单纯 就是只有这样子 可是你应该有发现 我们 一般的房子 是不是都会有所谓 梁跟柱嘛 对不对 为什么要这个 因为这是他的结构啊 诶 请问你 你知道有哪些房子 是没有 柱子的 台中有一栋很有名的 有人知道吗 有没有哪一个同学知道 个剧院吗 对啊 对啊 因为你查一下台中歌剧院 台中歌剧院 哦 这里 你会发现他的外观上 他那时候就强调他是没有柱子的 所以你进去就不会看到 那因为他是一个弧度的 他利用那弧度去撑起来 其实蛮多的 有这种很经典的案例 但是这个就工程上相对是比较 复杂的 那我们要比较简单的 我们就是用 短跟 厚的 墙壁就可以做柱子 我们来看一下你就知道了 所以我们进到这边 就利用墙壁 假设 我的柱子 因为现在是两公尺嘛 我就假设我就 100公分好了 好到这边就结束了 我回到箭头 进来 现在呢 他 因为 预设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就一样告诉他50公分就好 但是你的厚度要厚一点 厚度为50公分 这样代表我的柱子就是四四方方的 有没有这样就一个 比 对不对 像这样子 好所以你点两下 进来 确认一下 厚度 跟他的 这个 那如果你不要那么长 我刚刚是100嘛 所以你也可以变成50 这样就是 正的 好那这样有了这个之后你就可以复制了 所以可以Ctrl加C Ctrl加V 你再去用微调的 用方向键稍微微调一下 这样也可以 那如果你要用拖曳的要注意一下 因为你这样过来 很容易不小心就变这样 对吧 因为我们墙壁中间不是可以 变弯曲嘛 所以你在拖曳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 最单纯的就是用移动的 就搭配 键盘上的方向键 我们去移动它 如果你要快一点就按住Shift 跟Photoshop都一样 以拉吹的也是这样子 这样它一次就移动10个像素 那如果你要对齐的时候 选起来 这里就不能这样对啦 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家具 它是墙壁 所以你自己 点进去 直接看一下你的 起点 你的终点 如果你要一样的就是把那个 坐标 比如说我的Y轴要一样 S 这是起点 然后终点 还有 Y轴 在这里 Y的部分 看一下 起点终点 都是25.6 所以我这个地方 点两下 起点 终点 确定 这样我就可以 很确定它们在同一个平面上 那两个有了 按住Ctrl往下一拉 有没有这样就可以另外一个又出来了 这样我就有四个了 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 对不对 这样就有一个底了 那 我们 有一个这样的 柱子之后你到一楼 增加所谓的地板 就是 等于是它上面的那个底 就是那个底了 所以我来这边 增加 到这里结束 好 这样你就看到啦 我们往后推一点 有没有就一个高度就起来了 这样了解 所以你可以像这样子去做 这样你就 很轻松的就可以做好 好那 如果呢你还要一个楼梯爬上去 像我们在这里 我看一下我没有做楼梯 这个没有 如果你要一个楼梯爬上去的 你可以用 柱子 一样可以做 用柱子去把它叠起来也可以 所以我来这边 就做 短一点的柱子 但是呢 比较宽一点 假设我做在前面 就从这边 这里 到这边 好 那一样的 去设定一下它 高度 你不需要那么高 比如说你要做两阶 我就一个就是25 然后呢 这个厚度 如果你要比较好走一点 至少要30到40公分 你知道吗 50公分好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咯 有没有这样就一个 这个 那这个呢是 第一阶 那我们把它复制 好再拿出来 这是第二阶 那第二阶我让它高一点 我刚刚25 我现在变50 有没有这样就垫起来了 因为我们 使用3D的地板跟房间 它是没有像一般模型 会有所谓的悬空高度 所以它一定是在什么 就是 你当初这个 高层的地方 它只能 从地面往上 所以呢 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做 那我们回到上一层就看到 有没有 这样 那如果你要靠近一点就把它 移到下面去 这样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点到这边 可以 它要比较宽也可以 如果我要 两个我就 把它靠近 这是比较单纯的 那如果你要让它凸出来 可不可以变这样 也可以啊 你就把这个地板 变比较厚一点 这样不够 150看看 这样 有没有 这样也可以 好 所以 有蛮多方式 你可以参考看看 看你要用哪一种 当然你去外面 call out 去找模型 楼梯的模型 有没有 比较矮的 这样也可以 你再把它设定材质 这样就好了 所以 如果你是做水泥的 也可以 你要做木头的 也OK 这样底的部分 会不会做了 所以给各位稍微试看看 然后就是 稍微了解一下 就知道说这个要怎么把它放上来 那如果你搭配楼中楼的 就是你要做梁 我们刚是柱嘛 对不对 再来你要做横梁 横梁的话其实也是一样的概念 你看这里有这样横梁 所以 就是这个 变成是比较长 但是比较怎么样 也是高度比较 小的那就看 搭配我们刚刚的这种 这种方式 厚又长的 就跟我们刚做楼梯 意思是一样的 只是它的那个 高度 可能就要看 所以这个是你可以参考看看 那我们在这边呢 这里 这个 我先把旁边的 这个 墙壁先做一下 咚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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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墙壁这里 咚咚 好 这样就有了 有没有 但是高度不够的话 你可以再把它变高嘛 所以一样 按右键 自定义强题 自定义强题 刚刚我们这个高度我是用三摩零 所以这样我就可以一起变高 好那 现在呢中间如果你要有那个 我们刚讲楼中楼 对不对 你就可以再增加一个 但是这个呢就不能 往上盖了喔 因为我们刚 预设按下去这个加号 它是往上盖的 我现在就不要在那里 我就是 在 多少 64 64再加 250 是多少 64加250 314 那如果你要加一个12公分的 楼层厚度就是 326 好等于它从这边 往上 这样了解 那要盖 到250吗不用 它可能只有大概 150公分或100 左右 这要看你 预留的高度 好这样就有了 那我就可以在这边再把地板加进去 这就跟我们上次做的一样啊 好 这样子 对不对 你就有一个 空间可以用 好 好 至于后面的怎么做这个就交给你啦 因为一样的方式 还记得喔 如果从下面往上看会有这样子的 是跟这个地板有关系 点两下 叫它不要显示天花板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你就不会不小心看到那个 好 这个部分我就先补充到这边 好吧 先让大家知道说 这个 小木的这个地 你要怎么去做 量根柱 其实事实上你也可以找 就是 那个叫做什么 其他的模型 直接 去做也可以啦 我们在这里面 你可以找找看 我印象中应该好像有一个 长方形吧 还是方形 巨星 没有 我印象中好像有一个 长方形的 当然没有的你也可以回去我们Fotoshop的 3D那边 就做一个 长高的 对不对 也可以自己做 把它当作 不要当 就是墙壁来用 你把它当模型来用 那也很单纯 就是你可以 有悬空高度直接去调整它 这样也是一个方式 好 这样对于 小木的这个部分有没有问题 好我来看一下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OK吗 小木屋小木屋 好 这样做法大概知道之后 那我就这段就先到这边结束啦 拜拜 如果我完全 Ay认识